字幕志愿者 我說柯文哲 國民黨的DNA 你不必問他跟你一樣不一樣 問國民黨沒有意義 你要問共產黨的國台辦 將來國台辦要你們藍白核 你非藍白核不行啦 真的啊 你以為國民黨能做得了主嗎 所以我現在一直在看 誰開始會露出消息出來 中國那邊放出什麼風聲出來 現在他們怎麼合怎麼安排 你以為國台辦都袖手旁觀 都不切得路啊 怎麼可能他們才剛剛換屆了 剛剛人事布局完了 宋濤當國台辦 他難道不表現給他們主持看嗎 當然要啊 他難道不給習近平看 你看台灣我現在可以掌握 可以控制了 國民黨民眾黨都在我手上了 那難道不要嗎 要的啦 所以我說這一局到現在 如果國民黨你還這樣拖的話 人家賴清德明天領表了 開始就要登記 人家按部就班 一步一步水到極程 你們還在那裡打爛泥戰 還在那裡糾纏不休的時候 誰要去打萬民散給你啊 不可能 而且我在講啊 你去拜訪吳伯雄有什麼用 吳伯雄那一次是勢音力導 為什麼呢 馬英九被起訴的時候 如果不讓吳伯雄當黨主席的話 馬英九過不了國民黨的黨規那個 那一關了過不了的啊 國民黨的黨規是規定 被起訴就不能再參選什麼職務了 最後吳伯雄把他扭過來了 中常會開會說一審判決有罪才不能參選 你看 又開個後門 又替馬英九開個後門給他走 那你現在朱立倫你有辦法像吳伯雄這樣子嗎 吳伯雄跟吳敦麗的鬥法 那也是明白的雙方好像是同心協力 可是各有各的算盤嘛 吳伯雄一生最恨的就是什麼 一生剩下一個人他也要選到底的 沒有選 他的職務在行政上完全都是沒有了 只有在黨還可以混 吳敦麗是最可恨的是什麼 他一個副總統想要問鼎大位 被韓國瑜搞成這樣子 現在只能回歸故里在南投蹲在那裡 那現在我們來看朱立倫 如果你在這一次在處理侯的問題 還是這樣隱無離不絕的話 人家對這個黨主席沒有什麼信心的 我最後強調的要讓國民黨黨員聽 侯友宜贏兩次新北市市長 你們認為那是他的功勞 對國民黨的功勞政績嗎 如果不是的話請問國民黨這些大佬 侯友宜對國民黨付出過什麼東西 侯友宜對國民黨做出什麼貢獻 如果都沒有的話 你們黨的家務室是你們朱立倫要處理的 不是我侯友宜 那這個人自決於黨外了嘛 他跟國民黨有什麼關係 到如果你真的是國民黨的新北市市長 你應該認為說黨的家務室 就是我侯友宜的家務室 這才是正確的嘛 結果他把他顛倒過來 所以我說侯友宜你要選總統 你對政治的認知整直讓人家搖頭嘛 你怎麼跟國民黨可以這樣自決於國民黨外呢 那誰能幫忙你 那些國民黨黨員政治的票能夠投給你嗎 所以再大的萬民傘沒有用的 人民會想說這把萬民傘打得實在太不值得了 好再來關心中共對台灣虎視單單 隨時都要找個理由來圍台軍演 但另一方面呢 他們卻要辦黃埔建校的週年活動 這是他們有多個退伍的軍方社團 就號召了有500名的黃埔的軍校校友 要去中國參加黃埔建校99週年的活動 但是我們看到他們是哪些內容呢 其實他們內容就是說聚焦堅定反讀促統 要推進祖國和平統一 所以這個所謂的黃埔建校活動 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活動呢 要請教余小軍 台灣這邊到底有多少人會去參加呢 這個其實不只是現在在推 很早就在推了 我退伍不久就有人說 你什麼時候可以去中國 我說不行我管制 我說去那邊幹嘛 他說你沒去黃埔看過啊 我說黃埔我以為是回我們學校 我說我陸林高校指揮官 我才剛剛從學校退伍出來 我回去看看什麼 他說不是回鳳山啊 到黃埔啊 我說那裡不是我學校 我就第一個時間我說那不是我學校 我不是那裡畢業的 我去那邊幹什麼 他沒有沒有 這是個要講統一啊 現在中國人的時代來要統一 我第一個時間就聽一講 學長你是發燒燒壞頭了嗎 還是從中國回來撞到石頭頭壞了 我說學長不對不對 你被統戰了 所以從那個時候開始我就有一個警覺 這個有問題 然後 台灣多數的這些退役的將官 是不是應該都是陸軍官校 真正有到黃埔那個年代 那現在都幾歲了 90歲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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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因為包含陳廷寵總司令 他都是陸軍官校 在台副校第一期 OK 他今年都快 根本就在台灣 那哪有跟黃埔有什麼關係 在那邊念的也不多 因為其實當時在中國授訓的時候 有分中央軍校黃埔軍校好幾個地方 真正在廣東廣州黃埔的這個 這個黃埔軍校一到五期的 絕大多數都戰死了 所以冯司官講的是對的 他講的是對的 絕大多數黃埔軍校畢業的學生 都是為國捐驅戰死 不是東征北發就是抗日剿匪 那算算年紀也都90以上 都90以上 那留在那邊還活著 那都是那就是翔將的後代 就是叛徒嘛 背叛中華民國 投降中華人民共和國 叫翔將 翔將的後代 在那邊跟你辦兩岸黃埔 寫來撿體制 你還過去沾山自喜 我跟你講這真的 我告訴大家 絕大多數的退伍軍人 內心是熱愛台灣 台灣這塊土地 而且也是陸軍官校畢業的吧 我第一個時間就講 我就一直在呼籲 我說黃埔是精神不是地名 黃埔在哪裡 在高雄鳳山 那是我們的學校 我們打野外在黃埔 我們的翻滾 我們的射擊 我們的刺槍 我們的烈日賽 我們的第一次昏倒 也在黃埔昏倒的 都在 黃埔就是鳳山 在鳳山 就是鳳山 所以跟中國的黃埔 根本沒有關係啊 不一樣 我就講嘛 柯俊雄拍的黃埔軍校 也在鳳山拍的啦 柯俊雄拍的黃埔軍校 不是在黃埔拍的 找台灣這些人去 你說是統戰 那他們是怎麼包裝 是有什麼旅遊活動 第一個 讓你對於校史的嚮往 民國十三年六月十六號 在廣州黃埔創立了黃埔軍校 我們看以前那種黑白影片有沒有 我們可民顯臉打的步槍 在那邊提很好笑的正步 你要不要回去 跟你們的學長並駕齊嶇一下 並駕什麼齊嶇啊 那裡面有個林彪 我就不屑回去啊 那叛將啊 那叛將還當了 還當了解放軍十大元帥 我回去跟他並駕齊嶇什麼啊 我就是強調說 我的學校在中華民國高雄的鳳山 我是鳳山陸軍官校畢業的 我們的精神叫黃埔 我們的位子在鳳山 我當時我這樣講的時候 有多少人批評我你知道嗎 所以為什麼他們說我背骨將軍 說我什麼什麼宿典望祖 就是這樣 你的祖在中共 我的祖在中華民國 我們不一樣我們不同國 照理說不是應該去鳳山去參加 應該因為鳳山陸軍官校 我們是逢五逢十辦大校庆 就是五十五週年 六十五週年七十五八十五 然後逢十六十七十八十一百 九十一百 都是逢五逢十辦大校庆 其他都是一般的學校自己慶祝 九十九沒有在辦大校庆的啦 我當過官校學主部的指揮官 我很清楚逢五小慶逢十大慶 那什麼六七八九沒有學校自己慶祝 那你了解有台灣有多少人 是會去那邊參加 我應該說 點得出名來的叛將 大家都知道不用我點了嘛 點得出名來的叛將 就已經在那邊開學校的啦 已經在那邊招兵買馬的 那些那根本不叫去 他就住在那裡 他根本不用去了 已經在那邊發展事業就對了 他在那邊辦學校 在那邊以照顧台生 照顧台商的名義 在那邊辦學校賺大錢 兩邊拿補助 然後呢你說他回去了 他回什麼去 他就在那裡 他就住在那裡 那因為他的階級夠大 所以說他叉召了很多 他的一些部署 都退伍了 退伍十年八年了 哎呀你也不知道什麼 國家機密的 也沒有什麼軍事機密 就回來響應我們兩岸黃埔情 我們回來旅遊一下 去照個像 那個鳳山那個小學校 別理他 我們學校叫小學校 這樣講喔 對 所以我覺得 他們是不是有的那種 任主歸宗那種意味 應該是喔 因為你們的源頭 是在這個黃埔 因為絕大多數回去的 沒出席的人 在台灣混不下去了 退伍以後混不下去了 沒本事嘛 所以怎麼辦 出賣台灣這塊土地 出賣中華民國 到那邊去拿好處 那好處也不多啦 你真的去拿個兩億人民幣 我也佩服你 他沒有那個價錢啦 陪你喝兩杯酒 旅遊走兩圈 然後給你推個小徽章 回來就好驕傲 然後回來照照 你看我跟誰照相 我跟國台派主任照相 這驕傲啊 這驕傲啊 真是恥辱啊 所以我覺得這一次 為什麼我很努力在節目上踢爆 就是讓這些人不要去 還有很多越越是想去的人 不要去 我跟你講你去 你就變成真正的叛徒 你是背叛中華民國 人家講說 那個黃埔是 蔣中正創立的 我說蔣中正現在埋在哪裡 在慈湖欸 在桃園欸 你真的緬懷你的老校長 到慈湖去鞠躬 對不對 到慈湖去鞠躬 你跑到黃埔幹什麼 黃埔沒有啦 早就被文化大革命打爛 那個門是重新做的 所以大家不要被騙了 我再次再呼籲 所有什麼黃埔99年校慶的人 想去跟陸軍官校報名 在鳳山6月16 一樣有辦理校慶活動 不要跑到廣州的黃埔島 那裡是統戰用的 我們都是畢業於中華民國 高雄的鳳山 不要被統戰 你回去了 回來以後 你一輩子洗刷不掉這種 背叛國家 背叛學校 背叛國軍的污名 對這退伏主委 馮世歡他就說了 中國的黃埔校友 在他心目中是 校中蔣介石打抗戰 剿匪都戰死了 那現今留在中國的黃埔校友 都是投降的 來 正好 如果說台灣這邊有一些退將官 去中國參加這種活動 老實講會怎麼樣 會不會腐蝕我們的國軍軍心 因為這些人 也都有一些學弟 那影響所及 是不是就覺得 兩岸搭得很好 就不用打仗了是不是 但問題是 中國的野心是藏在底下的 沒有顯露出來 我覺得先講 黃埔的99週年的活動 這件事情 你往層次比較低的 就是一種統戰 就是在讓 中華民國的國軍 認為 我們跟中國的黃埔軍校 系出同源 我們不是敵人 我們系出同源 我們有同樣的脈絡 我們有同樣的歷史脈絡 所以未來打起仗 你投降的時候 你心理負擔不要那麼大 你懂的是什麼 就是假設是不同的國家 不同的脈絡 你是解放軍 我是中華民國國軍 那我未來打仗的時候 是完全不同概念 我打你 你打我剛好而已 所以那個下印之後才會說 都是中國軍 中國人不打中國人 可是他怎麼不講 解放軍不打中華民國 他講的中國人不打中國人 是你台灣去到時候 不要打解放軍 對不對 中國人不打中國人 講這件事 所以他是幹嘛的 非常非常多 我跟宇將軍討論過 很多退將去那邊 第一個先去參加黃埔 他剛才說 你們的跟在中國 未來打起仗來 這不算是一個種族的戰爭 也不是國家的戰爭 好就是讓我們的跟 落葉歸根而已 大家不要那麼擔心 這是統戰層次的部分 更高層次是什麼東西 他在講中華 他在搶中華民國的道統 這是更高的層次 政統 對 誰才是在國際 政統 道統 政統 以前中國歷屆五千年來 朝代一更迭 就要搶道統 誰才是真正的道統 明朝那時候去打元朝的時候 就講元朝不是道統 對不對 唐宋元明清 明朝是繼承宋朝的 所以元朝不是道統 現在一樣嘛 中華人民共和國 常常喔 非常非常多動作 你歸根結底都在搶中華民國的道統 包含從聯合國那個創始會員國 到底是中華民國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這是最大最大的根嘛 在外交上 那黃埔也是 他在搶這個道統 是來自於中國 中國現在正正統的道統 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中華民國已經沒有了 我怎麼證明沒有了 因為你看他黃埔的軍校 的總校在這邊 而且現在中華民國國軍 都來這邊去朝聖 都在搶道統嘛 對 所以他是有比較高層次的 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跟中華民國的道統之爭 這是一個層次 另外一個層次 統戰的層次 讓我們的阿兵哥 未來在打仗的時候 面對解放軍 不要下狠手 中國人不打中國人 最好 器械投降 對不對 我就進來了 這跟清兵入關不一樣 我們是自己人 這就是另外一個層次 所以其實辦這件事情 是非常非常惡毒的嘛 那我再問一個更深的層次 我們中華民國軍隊 要容許這種事情發生嗎 不行啊 我們中華民國的法律 要接受這樣的事實發生嗎 不行 我有一個很簡單的嘛 你接受的戰的時候 美國或西方聯軍跟德國打仗 你可以接受 不管是法國軍隊 英國軍隊 美國軍隊去德國這邊的軍 要去參拜嗎 如果不行的話 那我們中華民國 為什麼可以接受這種事 你真的覺得說兩岸是無戰事 兩岸之間要交流 我認為要 可是交流有個底線嘛 你怎麼會底線到交流 連軍事機密都交流 你怎麼會交流到連軍人都在交流 對不對這有底線嘛 你名聲是名聲 經濟是經濟 農於產品是農於產品 可是你有個底線要畫條紅線 告訴大家說 你在怎麼交流 你軍人不能交流嘛 那反過來說 你解放軍退將來我這邊參拜一下 那他對他們來講 那個回去大概就是 公平嘛 對不對我們這邊有很多國父紀念館啊 你不是也認孫中山是國父 你解放軍退役的將領 我們也來招呼一下嘛 來告訴我們我們道統在中華民國嘛 在台灣嘛 來看一下我們的故宮啊 對不對 看一下國寶在哪裡 來看一下這個我們國父 國父紀念館去舉個弓 然後聽一下這個 蔡英文訓一下 聽訓一下啊 聽他講一下台灣是怎麼樣的國家 對 解放軍回去去槍斃你嘛 哪個解放軍退將敢這樣做 回去馬上被槍斃 對 送到新疆重訴 那為什麼解放軍這樣做 我們不能 我們是民主人權的國家 我們要保障退將的權利 他們也是單獨的個體 狗屁 你是退將就沒有這個權利嘛 對 對不對 而且還在領退休奉的 你退休奉嘛 你狗屁 你沒有這個權利嘛 對 那你如果說我真的想去怎麼辦 行 放棄中華民國國籍 你移民到中國 放棄退休奉 對啊 你就移民到中國嘛 我們都歡迎啊 比如說我們台灣人要移民 美國有沒有歡迎啊 移民法國也歡迎啊 你就移民到中國嘛 你跟我講很多熱愛祖國 也是狗屁 你是喜歡用台灣人的身份 熱愛祖國 為什麼 因為你去那邊有特殊待遇嘛 去那邊人還會招待你 把你奉為上兵 然後你在那邊做生意 有國來辦會招呼你嘛 對 你可以免稅嘛 你可以拿到土地嘛 你不是愛中國 你是喜歡用台灣人的身份證去愛中國嘛 對 你才有特殊待遇嘛 但如果你一旦失去了台灣人的身份 那就不一樣了 你就狗屁嘛 所以我跟你講 你不要跟我講多愛祖國嘛 我們那些統派 你都放棄 是 你就放棄去入籍 黃安到現在還李健保 黃安到現在還看我們的健保 所以我不相信有一個台灣人是真的統派 那都是在利益驅使下的假同派 對的確 而且呢 中國現在對於整個的台灣以及整個東亞 都是威脅備制 也包括美日等這些聯盟 都是在積極的在備戰 都要小心提防中國可能的野心跟威脅嘛 所以我們看到這個彭佩他就說了 跟這個普丁金正恩相比 習近平是最難對付的對手 還要注意到一個訊息就是 經濟學他就說 中國可能以軍演偽裝犯台 那美國預警的時間呢 僅有短短的幾個小時 我這要請教余將軍了 這個訊息我們要如何看待 沒有那麼樣的悲觀 我為什麼這麼說 他講的就是以訓轉戰 我在台海周邊演訓 突然間跨攻魂就開打 那不要說幾個小時幾分鐘而已 幾分鐘而已 那個殲-11的戰鬥機 殲-16戰鬥機 突然飛過來 他就飛過來啦 他本來是在台海中線這樣演訓嘛 演訓之後他不轉彎 他直接那不是幾分鐘就來了 但是我講 這是我們一般看國防 會這樣真的很緊張 我們有一個情報作用叫聽風專案 這叫做電展室的 他專門在聽中國的電訊情報 你要知道 演訓的電訊情報 跟作戰的電訊情報不一樣 不一樣 包含了他集結的糧食 他裝載的彈藥 還有他補給的油料 演訓跟作戰完全不一樣 因為如果你要演訓 你要第一波實施導彈攻擊 第二波實施電子反射的壓制攻擊 後面要開始實施全面的這個三期登陸 那麼你的涼末夠不夠 你不是只出去演習三天就回來 你可能一個打仗就是七到五 七到十天 你的涼末準備了多少 你後續第二波第三波的梯隊有沒有準備 你演訓就是一個梯隊 一個梯隊演習三天五天就回來了 如果你要打仗 第一個梯隊出去之後 後面有第二第三 你都會在哪裡 在港口在後面準備裝載 準備運輸 你港口所有儲存彈藥的倉庫 是儲存滿的 因為你不可能開始作戰 要潛運的時候才從內地運出來 他全部會堆積在港口 準備要一個梯池運輸上去 所以你說如果有那些準備動作的時候 我們就會知道 我講為什麼九六台海危機 大家這麼緊張 因為都有 我跟你講九六台海危機 他第一波的部隊開始在海上演習了 他的第二波第三波都在集結 這樣子喔 所以為什麼九六大家會覺得危險 因為他有針喉 然後包含了他的油料 他的彈藥都向港口推擠 解放軍的所有的 那時候叫二炮 現在叫火箭軍 都已經開始上架準備要發射 那九六真的是這樣的狀況 那現在有沒有這個狀況 國防部還沒說 我不知道有沒有 國防部還沒有說 可是依據我在國防做了這麼久的時間 只要有從這些聽風專案 從這種電訊專案 誰這種情報相關的專業人員判斷 絕對跑不掉 一點都跑不掉 要真正的統一佔領台灣 我們都會知道 都會曉得 國軍永遠做好準備 大家千萬不要怨 國軍出了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 而對國軍 國軍這個數大有枯枝 人多 上兵怎麼跑到那個 人多就有這些敗類 不要把這些敗類 認為是國軍的全部 國軍真正 努力戰訓本物的人非常多 至於這些渣子 我要求國防部嚴辦 不能以逃兵來辦 就是叛逃 這樣子才能招窘戒 我們看到蓬佩奧他的提醒 因為習近平要邁入第三任 他要讓他的第三任有正當性 所以他要追求所謂的歷史定位 他必須對台灣可能有一些動作 所以是有可能犯台的 來郭東哥 所以現在看起來 台灣這邊還有人 對習近平對中國抱持著幻想 中間我想最近兩期的經濟學人雜誌 已經講台灣講了兩次很大篇覆的講 上一期是講 台灣人民對自己的防衛好像信心還不夠 力量並沒有充足準備 這一期是整個他在談所有的歐洲其他的國家 為台灣而戰正在準備 這兩期的看法 如果你去看的話 你會覺得說我們自己對自己的防衛 真的會信心不夠嗎 還是力量沒有全部用足 旁邊要那個不是假設的戰略問題 因為我們現在開始也慢慢在習慣 共機騷擾台灣的事情 現在你在問 剛開始大家都很緊張 我一天回來十台十架次來 後來幾十架次的時候 大家好像很麻木 麻痺了 以前在台南的經常會聽到 那個台南的機場空間機場 三更半夜凌晨的戰鬥機就起飛了 開始大家很緊張發生什麼事情 現在你在問他他們好像說 習以為啥 慣習啊 這個是最恐怖的喔 他不斷在台灣說 也在驚嚴 不斷在這裡 共機老台 等到他一決定 他的決定聯義在哪裡 剛剛 他的後勤準備好了 你要補充後勤要補充啊 他的戰備力量可以維持多長的時間 已經都弄好了 他這個軍演就變成打了嘛 變成清台戰爭了嘛 然後我們可以算出來推估出來 如果一旦發生了清台的戰爭 那會比俄武戰爭慘烈還一百倍都不止喔 為什麼 因為俄國去侵略 烏克蘭開始只是 烏東地區在那裡打嘛 然後是假說 這幾個地區他們是主張 親俄的獨立國家嘛 就在那裡磨蹭嘛 可是 對台灣來講 他們如果不能一下子拿下來的話 那這個戰爭是白打的 他一定要迅速拿下 因為你拖延時間 美國日本都受不了了 開始一定會全部都要集中火力就在這邊了 那個打起來 已經不是說 金氏演習 我們在這裡假裝演習一下子就好了 不是的 因為現在已經牽扯到 最近連續在南海的軍演啊 已經把菲律賓澳洲都惹毛了 那個範圍越搞越大了嘛 對那會整個全球震盪喔 所以他的慘烈 他不會像俄烏這樣 只是他們在邊界上 在烏東地區這樣 他一定是在四周整個擴大這個戰爭的範圍嘛 喔 所以他們的假設 彭佩奧他們這批研究的人 他假設讓你也覺得很吃驚的 為什麼 因為他現在在講 如果他只是 採取這樣的臨時手段的話 也許 美國還不會馬上立即動兵 他只是會在台海維持他的安定 會介入這個台海上 如果他是向二次大戰偷襲珍珠館 他開始去打到美國的附屬地 還是日本的話 對 那就全面戰爭了嘛 所以現在就在一念之間耶 你不知道習近平在想什麼 你現在完全都不知道 可是我們可以確定的是 他的後勤已經準備了 開始在準備了耶 他這一次的這個新的國防部長 就是被美國制裁的這個軍人上將啊 把他提升為國防部長啦 然後那個對台軍事演習的那個指揮官 就是東區司令部的指揮官 現在也提升了耶 這些都是準備清台的一些軍事將領 而且最重要是什麼 他們都是鷹派的 他們認為這是解放軍最重要的一戰 他不是那種割派還在穩定啊 還會求國內發展不是的 所以現在對中國共產黨來講 他有一點像做翹翹板一樣 他軍事上已經投下這麼大的這個預算 兵力人員也配備這麼多啦 可是他國內經濟這麼差 還交給一個新任總理 對這個經濟方面 沒有辦法拿出一套的一個李牆 他等於是那習近平有一天 他為了國內經濟這樣子搞法 他必須對人民有交代的說 挺而走險 啊 就像當年鄧小平去打夜戰一樣 他一定要有個交代啊 不然他怎麼辦 所以從這個 蓬佩奧在講這件事情 以及經濟學人提醒我們台灣 這兩期文章提醒 我們是應該有一點 國防安全意識的 什麼黃埔金校啦 什麼最近國防部出的那些阿兵哥的事情 那個有時候讓人家覺得說 怎麼會啊 我們敵前正在黃培的時候 怎麼會有這些事情出現啊 如果說我們全民都一致啊 有這個信心啊 我相信歐洲的國家經濟型 他們絕對是對台灣另一相看的 所以我說這一次我們 要請教人家這些國外的 人家的戰爭生 好 好